拿出手机扫一下条码 进入这间充满科技感的无人商店 这是超商龙头 推动无人商店的第七间门市 这次和工研院深度合作 结合智能科技 在消费者从进入商店时 拿取商品再到最后结账 都是利用智慧科技侦测判读 同时结合个人会员资料 清除显示消费清单 并且完成点数累积 进门的时候呢 扫码 然后连接我们的这些会员的资料 都可以进入到门市 做快速的消费体验 那这也是我们XDoor第一次 在子母店的这个经营模式的情况之下 首次没有母店的一个经营 完全实践落地了这个 没有店员的这个未来的无人商店 那这一次的技术合作呢 也仰赖工研院在这个技术上面 给我们的这个加持 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零售的这个服务体验上面 可以更上一层楼 智慧货架上能够感测重量 还有红外线感测器 让消费者不需要自己扫条码 商品就会自动加入购物清单 工研院整合多项AI和物联网技术 吸收小漆大造高整合性高便利性 以及高部件性的拿了就走的智慧商店 去拿那个东西的时候呢 每一个商品理论上都要做建模 建模完之后呢 我们透过一个非常快速的建模方法 那个就是我们的AI Face AI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所以所有的这些sensor 这些sensor embedded进去之后呢 你是使用拿它的时候 都有它的正确率 因为任何一个sensor 都有它的正确率跟它的错误率 所以你如何在不同的sensor里面 去选择你可以被信任的东西的话 这就是一个重要技术 我们有很多的sensor 很多的数据之后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准备判断哪一个是可信的 所以刚才讲的sensor技术是一个 判断 然后做一个 做判断完之后 这第二个技术 判断完之后 跟它的物流体系做结合 这第三个技术 建模 把这个AI都建合 这四个技术 工研院和超商合作 在数位产业署的支持下 希望借由个案 带领国内产业AI转型 打造全新人工智慧物联网生态系 我们过去在AI的应用 要在世卫商务上面 其实是要推动 也遇到一些瓶颈 那我们希望从这个零售开始 那在S7 全级物资台湾 数一数二大的这个连锁的 这个零售院 能够去验证成功 之后不只是在 在这个S7 便利商店的应用 甚至在其他的 智慧商务的应用 都可以从这个为基础 再去往下发展 工研院以高整合性 高便利性 高部件性特色 打造拿了救走的智慧商店技术 将以往无法设定的地点 克服人力和空间的限制 未来都能够协助业者 快速部件 记者万事连 实习记者陈文君 新竹采访报道